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影,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说过带前人外出冒险的电影吗 最终他们的结果都很惨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幸运也大差不差 影片一开始,五个年轻人相应外出登上 分别是关头男主、白衣女主、闺蜜和卷发男 最后就是女主的男友陆克了 对于男主的到来,其实陆克也有点小尴尬 但人家要来,你还能说啥 做人还在安排他们这次的行程 有什么橄榄、长桥、魔鬼、吊桥类的 他们还开心的拍照留念 谁能料到这次的冒险会露出的可怕 沿途大家还有说有笑的 不过抵达一定的位置,手机没有信号 本来男主还想聊少女主发了个短信 但没有信号就没办法了 很快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不过那攀岩胜地还需要步行步短的行程 我个人也很喜欢在野外游玩 但还是不敢到冷静喊追的地方 因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手机没有信号更加的可怕 可惜抵达这边的时候 这个登山顺地封锁了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封锁的 除了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应该要直步了 但几个血气方干的年轻人胆子大 可不会管这里封锁不封锁的 卷发男带头直接攀登上去 他表示上面有绳索 他们的安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女主的男友陆克竟然落得不行 恐高瓦特 你们带着一个恐高的人来攀登 这缺点不是开玩笑吗 我最初和朋友带着个女性去爬上 下山的时候都能泪死 带着一个恐高的人 估计腿软会动不了 严重影响他们的心肠 随后卷发男告诉大家 一定要扣住安全神 然后他们才能继续前行 一个跟着一个 每一个节点也一个人移动 这样才能确保安全 说实话 这外界的风景确实很美 但也很危险 特别在这种悬崖峭壁上 这种迷失大山的感觉难以言语 卷发哥还不忘添乱 对着大家说 这里一跌三圈尺 掉下去可能瞬间就GG了 这么一说陆克就下的半死 一直盯着下方看 我们都知道越是恐高的人 越是不能往下看 但是他就是喜欢看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 他的脸色愉悦发的惨白 但还好有安全神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很快他们就抵达了 橄榄长桥 虽然这是橄榄 但这是在两个峡谷中间 稍有不慎 真的可能掉下去 卷发男作为经常攀登的人 很喜欢这种感觉 女友帮他拍照 男主和女主也很快的走得过去 但是这恐高的路客 真的是怕得要死 不仅慢 更是一直盯着下方看 好不容易鼓励对方赶紧过来 最后就剩下闺蜜了 他并不知道橄榄顺动了 眼看着情况不对 大家呼喊着让他快点 如果不是有安全神 妹子早就掉下去了 下面的踏板摔下三崖 让几个人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还好对方一点点的往这边移动 闲之悠闲的桃榄内捷 现在就很尴尬 回也回不去了 只能继续前行 到达华道 他们才能回去 毕竟这里被封锁起来 应该和绳索老话也有关吸引 几人还坐舍的一起过来 一个人还好 人一多肝狼 显然没办法支撑 直接松动掉下去 路可知道回不去了 有点生气 对着卷发男大喊大叫 但现在笑住的 就是想办法离开这里 吵架可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只能继续前行 可后面的路 其实更加的难走 如果没有一个恐高的人 其实没啥大问题 但就是有 虽问题很大 本来一切还算顺利 但是后面的安全绳 竟然断了 路可特别的害怕 现在为的办法 就是卷发男带着女友 先爬上去 然后将绳索给丢下来 布拉没有安全绳 路可连走都不敢走 他只能在这里 练习斗腿神功 随后两人顺利的爬了上去 但卷发男显然有点心虚不灵 因为他其实知道这里封锁了 但他以为没事 不过你现在不是该丢绳索下去吗 还在圣里里乱走 最后踩到了补兽夹 这边的情况糟糕 在崖边的女主几人也很糟糕 因为路可很害怕 一直在那里动 最终导致固定的铁棍松掉 他整个人被挂在了崖边 男主本想救他 但因为太重了 最后两个人都掉下去 现在情况非常的危急 卷发男让女友先过去帮他忙 自己还可以忍受 可是等他将其他人带上来后 卷发男竟然消失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显然这森林里 有他们不知道的存在 他们只在森林里发现了补兽夹 但是人不见了 路可表示 卷发男可能自己陷走了 但你觉得其他人会信吗 谁终能准备去寻找卷发男 路可因为刚才恐怖的事情 还没缓过神来 他想要早点离开这里 可女主不想离开 他想要找到同伴 所以路可不情不愿的跟上了 这时候我感觉还是男主靠谱 不声不响 无声的支持女主 可是这身上脑林 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走着走着 男主着顿挑适 表示女主还是爱我的 所以两个男人 为了一个女的打了起来 女主本想过来劝架 没想到掉掉了一个深刻内 几人都紧张不已 一直呼喊着女主 可下面根本没有声音 最后还是闺蜜下去了 下去后 她被吓了一跳 因为下面竟然都是风力的进去 闺蜜险些被戳死 而女主的手臂也受伤严重 虽然被掉了上去 但行动依旧不变 至于男主 也发现了四周似乎有些不对劲 虽说女主被救上来了 可是人被困在了森林里 而且卷发男还没有找到 这让闺蜜很是担心 再加上夜里这里行动非常的不便 稍有不慎 如果再来个陷阱 到时候就不好玩了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用绳子将每个人都绑在一起 这样就能防止某个人出现意外 虽然这么做了 但最终闺蜜还是被风力的剑属给刺中 而且她身上的绳索竟然断了 等女主发现不对 闺蜜被快速的往后拖 众人根本没有追上她 但他们发现了在森林里的工具 显然这里应该有其他人 但对方为什么这么做呢 害怕的伤人躲在了森林里 现在外面下雨又冷又饿 而且视野也非常的糟糕 想要活着离开这里 只能找到干揽滑道 没想到走着走着 那边竟然有房子 几个人准备进去查看一方 却在这里发现了卷发男 还没挣扎两下 卷发男就直接挂了 女主难过的抱着男主 这两男友怎么想 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 永远不要低估人羡的仇恶 男主本来在这里方找有用的东西 他发现这个房子有一个地下室 所以准备下去看看 说实话是我的话 肯定不敢这么好奇 这下面除了顿的皮毛 还有不少挠瓜子 显然那个追杀他们的人 应该睡在下面 男主被吓到了 但这名腹黑的男友 拿到男主背包里面的闪光棒 竟然将男主给踹下去 然后直接手上 他准备带着女主离开 可惜他们遇到了回来的变态猎人 这猎人正好被这闺蜜回来了 然后和两人打了起来 女主没几下就被打倒在地 至于男友陆克 竟然趁着女主牵制对方的时候 直接跑了 不过我注意到了一点 这个变态猎人 似乎很喜欢用铁头弓 当男主女主醒来 两个人都被绑住了双手 等变态猎人处理完楼上的尸体 准备对女主动手 就在这轻轻一发之际 男友陆克竟然回来了 他故意吸引变态猎人的注意 才让男主和女主有机会逃脱 可惜闺蜜和他的男友全部死了 但现在他们笑作的就是去找到陆克 可在这身上脑龄 有几个人能比这个猎人更加熟悉呢 所以没多久 陆克就被射中了大腿 虽然他很想逃 但滑道还在很远的地方 面对着变态猎人 也只能选择硬杆了 原本陆克准备爬到牙边 险些掉了下去 还好男主女主赶来 本来他们是有机会救下对方的 但男主显然还记得 刚才这货将要把自己锁在地下室 这是要害死他 所以女主在后面拉着他 男主表示 哎呦 我没有力气 马上又拉不住了 最后直接放开了手 陆克掉了下去 说实话 在外面遇到变态或者怪物 不同心协力 迟早一个个都会死 而男主抱着女主不让他看 可惜自己挠瓜子 最终也被射中 因为那变态猎人 在不远处一直盯着他们 女主怒了 拿起刀子冲过去 和对方干了起来 左勾拳右勾拳 但还是有点不敌 就在这时 女主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暗洞 似乎让他想起了什么 才让他有机会一招反杀 但女主 并没有再动手 他想到了 最初自己在医院里面救人 因为犹豫 反而错过了 聚焦的救援机会 这次会来这里上线 也和这件事情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他放了对方 最终坐杀了华大尔 准没离开 可惜变态猎人 并没有真的死去 他走到了华大兵 只听到断裂的声音 女主应该也没有活着回来 最终四人失踪 男友陆克的尸体 在其他的地方被发现 而那个叫 暗顿的变态猎人 据说五岁的时候被人绑架 一直不明下落 至今还是有很多的失踪案件 现在都无法破案 所以说冒险需谨慎 毕竟很多时候 遇到怪事都和电影中很像 也不可能真的有啥变异人 或者怪物的 更多的是变态 或者陷入绝境 无人救援 整体来说还行 就是前男友和现男友 为什么要在一起冒险呢 这是要突增电影的难度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